跟羊一样 有吃饲料长大的羊 有吃青草长大的羊 你说它俩肉质一个味儿不 你为饲料长大的羊 你混上内蒙 那个大草原上长大的羊 肯定味儿不一样 哪个肉质更好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你说你是甲钩盐也好 是什么也好 你这个可能跟你这个指甲 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跟你这肉也有一定的关系 小伙子你肯定脾虚 脾虚都导致肉不好 肉 好嘞 脾虚实气比较重 你看这个都冒黑气 所以说你这肉脾干嘛呢 脾主肌肉脾主四肢 你这个手脚过于肥大瘦小 都跟脾有一定的关系 等于是说你这个肉质不太好 它这个 这一块肿 有的时候不光是指甲的问题 是你本身肉也有问题 你修半天都是修的指甲 根本也修不着肉 这肉咱们是没办法修的 挺深的 所以这一块肯定是不较好 就不加砍就不准备好的 你这块肯定就不错了 我笋要纸下 肉有一点发炎 有的时候需要你自己涂一点药 消消炎啊 你别不惯它 你老不惯它 它这个肉它本身它都放这摩擦 你看它跟这个脚趾头摩擦结 肉本身就高 我想它修一回彻底耗了 你想的太简单了 这个它修一回彻底耗了 不可能 修一回你指甲就这样 它就跟你头发一样 你结个结个这个发型 是不你可能永远保持这个发型不变 我两个人头发炒了 这跟这一个道理 这个指甲它会长啊 有的时候 它好与歹 你跟它这个肉也有关系 不知道是指甲磨了肉 还是磨肉磨了指甲 是不 包了指甲 就跟两口子打架一样 也不知道是怨老公还是怨老婆 反正或是他俩都怨 这对咱们都得细看 我得好好辨证一下 看看具体是有什么问题引起的 我只能给你保证修完这次以后 只能是说把这指甲清出来以后 让你感觉舒服 好多问题都不是绝对 得需要看它是由于什么引起的 如果是你之前修剪不当引起的 那个 是不可能修一次就耗了 由于你自己没修剪好 留了尖的 留了茬的 或者摩擦的肉 但是由于你身体原因 比如说脾虚这些来造成的架构炎 是吧 或这一侧内侧 这属于干净 干气不舒 经常抑郁 心里头不高兴 压力大 这个造成的这个 你就得从丝里放下去调理